彰化县第309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福星众益书坊 二日上午正牌启用 由众益书坊学会理事长陈美芳 及总干事陈桂花姐妹 为了照顾长辈返乡奉献 举办关怀据点 众益书坊五百八十九个传绿 现在已经有三百九九个 最主要是希望在地 安阳在地地上最好的这个照顾 希望透过关怀据点 让我们的中部来做健康住进 来做这个工餐 让他们可以更健康更快乐 那希望我们的中部 也可以了解一下社区府 如果有 也可以走出来 在这社区里面有很多的既贡 很多的好朋友 我们很多的这一年 会在这里破刀 运动 吃蜜蜜 刚好我们这个公益书坊 提供这么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地方 经过我们村长努力的推广 然后我们这位大姐 她把这个地方借给社区 让社区来做这一份的老人共餐的一个祭典 非常的好 我们非常高兴 会感谢我们的社区来推动 我们希望我们这位早辈 大家都有一个地方可以来安置 可以来一起共餐一起运动 中华民国众议书坊 学会理事长陈美芳 本身喜欢阅读 刚好前几年在法谷山学佛 给自己发愿想回馈社会 与大家一起结缘 刚开始是想说 就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有朋友就觉得说 这种想法很不错 他们就满赞同 那我可以捐你一本书啊 我可以捐你什么这样子 我就觉得说 其实很多人都想要做善事 我这里共有一千多本 心灵成长的书 然后每本书都有 捐款人的名字 我希望说 当他们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 也同时可以感觉说 这个人刚好 他有缘跟他可以读到这本书 得到他的善念 那我姐姐她也很有心 想要回馈社会 然后刚好这个地势 他愿意补偿借给我 这样子 我们一起姐妹一起做这个事情 就想到说 其实可以做关怀据点 刚好有人这样子的想法 可以关怀据点 姐姐做餐 我来带运动 然后我们一起回馈给社会 这样子 彰化县政府重视长辈的福利和权益 希望朝向一村里一据点迈进 让长辈可以就近在据点参加活动 获得妥事的照顾 营造营法友善环境 共同打造一个幸福宜居的未来 公益频道黄世廷福星采访报导